6月初确诊新冠肺炎的一名患者 确诊当天因为喘不过气 被诊断为重症患者 紧急插管送往花莲慈祭医院救治 历经了一个多月 在花莲慈祭中西医团队合作照护下 个案病情从重症转为轻症 终于在7月初解除隔离出院 个案感谢医院的照护 也牵着妻子的手一家团聚 6月初花莲确诊新冠肺炎的一名个案 在确诊当天就因为喘不过气 被诊断为重症患者 紧急插管转送至花莲慈祭医院 重症专折病房治疗 历经花莲慈祭团队合力照护近一个月 转为轻症后 在7月初解除隔离办理出院 而且做深呼吸又做深准操 所以这几天我很勤劳地做 还有趴睡 还有脚步的运动 所以才那么快好 所以现在可以出院了 就是已经要出院了 对对对 心情的转变可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非常高兴 之前很郁闷 每天晚上都想哭 现在心情高兴得不得了 谢谢 个案表示 怀疑自己试到外地工作的时候被感染 导致一家三口都确诊 索性妻子与孩子都是轻症 在6月就顺利康复出院 插了管子 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而且相当的虚弱 那很开心很高兴 他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中 中西和疗 那就改善了 现在顺利的出院 住了20多天 真的相当不容易 回去还是要住 我刚才有教他做一些新冠肺炎 不是就好了就没事 之后还是要做一些保养 我们也有教他做一些复健运动 这些都还蛮重要 还有饮食 也教他素食的人 可能会对于新冠肺炎严重度是有帮忙的 病人可能 他可能肠胃 肠胃方面比较不舒服的时候 他可能有腹泻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上忙 或者说 他可能稍微比较传一点点 那S光片看起来 可能比较模糊的时候 那痰也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重要的方法 止咳化痰 甚至让他喘的方便 比较稍微止喘一点 这就是我们想要利用的一些方式 出院前 院方护理长也陪着个案 反复练习复健动作 华林辞院也叮嘱 未来个案在康复出院后 除了要注意摄取营养 与充足休息 同时还要进行全身性的复健运动 一度病危的个案 耿叶表示近一个月 无法和家人碰面 也在院方的祝福下 紧握着妻子的手回家团圆 接着长邦彦华联系报导